不是老听一个人的话 就叫卑微的 卑微了 你都可以指着他鼻子啊 卑微的定义是地位低下 权力微小 这叫卑微 你在他面前没有这个地位低下权力微小 他跟你之间的关系 更像是一个妇女的关系 他很像是个爸 他觉得他爱你的方式就是管理你 或者给你意见 人和人之间的亲密关系 尤其是像父母对子女的 这种亲密关系里面 他的那种爱里面 有两种很典型的东西 第一种叫攻击性的关心 第二种叫情感勒索 这两样东西在你的男朋友身上都有 就是他对你那种关心 是带有攻击性的 你必须这么做 我安全是为你好 比如说他让你不化妆这件事情 或者说让你注意肠道健康 事都是好事对吧 但他会说 你小心啊你要得肠癌哦 你看这就是一个典型的 攻击性的关心 还有一种是什么的 就是情感勒索 情感勒索是什么的 为了你我去了重庆 你怎么可以不来 这叫情感勒索 他对你是有情感的 但他利用对你的情感 希望你能够为他也做相应的事情 比如说你把你的旧电脑给了他 他很高兴 好这个时候你发现 你看你感受到我对你的情感了吧 行你给我两千块钱吧 这依然是情感勒索 我相信你不是有意的 我相信你不是有意的 我都不觉得 我不觉得你有什么坏心思 对 我一点都不觉得你有坏心思 我觉得你这个东西 都是从原生家庭里面学来的 你肯定是个成绩不错的人 你的父母里面肯定也有人 你看爸妈为了你怎么怎么的 是吧 你怎么能够不好好学习呢 从小到大学了这个东西 就慢慢地在开始对他做了 这样的一些情感勒索 所以我觉得任何人 都一定要有一种能力 就是学会拒绝人的能力 因为只有拒绝一个人 才可以让自己保留独立心 所以两个人可以好好地爱 但是我希望你们能够独立地爱 对不对 感谢观看